好接著我們一樣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由於這個是用jQuery去抓資料 而且是去抓取jQuery的 利用jQuery的紙的抓元件的方式去點的方式 但是最近有發現一個東西還蠻不錯的 叫做vue.js 那他一樣有CDN 那我們會用這個來做一些事情 我們來一下 好那我這裡載了一個 壓縮版的mini版的 我一樣去把它放在我們的script連結 來源就是剛才這個CDN的地方 好那這個東西是做什麼呢 這個東西 還蠻不錯用就是它是一種資料驅動的程式 所以我們先來它的做法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底下上面這邊 來做一下那個 這個 new的東西 那這個我也是還在摸索當中 那我們可以宣告一個叫APP的變數給它 那它是new一個物件 叫做vue 那new出這個物件之後 它裡面 是這樣帶的 那一樣我們 所以我習慣會把這個結束的地方 做一個標記 以免裡面很多 裡面可能到時候會很多這種 大括號 小括號的東西 那不知道是哪一個 而且對付是很好 那它裡面主要是要有一個 特殊元素的所有範圍 叫EL 那EL一樣它是選定 比如說我是選定這個 最後號叫APP的地方 那所以就寫APP 那底下另外一個是 因為是資料驅動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data 那beta的方式呢 也是一樣用大括號 就是物件的方式 去把它包起來 那它顯示 比如說我要給它 beta一個變數 叫做 那它的值叫做 不做使用 不做開始 當然你也可以不使用這個來做 你可以全部都使用 剛才的JQuery的方式 但是 因為你這邊如果說 資料一多的時候會有點 抓的有點複雜 所以我這邊會做一個這個 view的物件 那它是怎麼用呢 它這個APP就是表示說 它的作用範圍是在這個APP的範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這邊就把它刪掉 所以它的範圍是 這個就是它的範圍 因為我們定義在這邊 那它裡面會有一個變數值叫data 那它怎麼去顯示這個值呢 會用兩個大瓜 然後直接寫裡面的這個變數的名稱 這樣它就會修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把它再弄一下 包起來 DIV把它包起來 這樣待會要做一些處理比較方便 我們 這邊給它寫 這邊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把這個移進去 這個不移進去應該也沒關係 因為它沒有去 動到它裡面的東西 不過習慣上還是擺在一起 那這個會長的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就是這個是剛才按鈕沒有錯 然後它這邊會填入除錯開始 就是說呢 它會 在這個把它debug的這個值 丟進去這裡面 所以你只要去變弄這個 物件裡面的這個值 它這裡面就會跟著改變 待會我們要再做一個東西 這底下這個除錯不用也沒關係 但是我習慣上會先做一下 確定它抓回來的東西是不是有問題 那這裡我們會說這裡 我們要把一個就是抓回來的資料 好 好 會擺在這邊 所以這邊會 還有一個叫做結果 所以我們這邊要再多一個變數給它 而且這個變數呢 一開始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是空的 好 好 那空的呢 我們底下不是有去抓嗎 抓東西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我們就會把它改掉 這個APP 這個 這個result 抓起來是這個 把值丟給它 所以這個值 反回來的這個值 會去傳給APP的result 就是這裡 那這裡呢 就會去移動 這裡的值 好 那底下一樣 我們把它這個是放在BitBug裡面 點BitBug裡面 點BitBug 就是說錯誤呢 如果說錯誤的話 他就把這個錯誤的訊息抓出來 然後丟給APP的BitBug就是這裡 那這裡就會顯示在這邊 就是比如說Aero 是錯誤的訊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好 那 錯誤開始 那一開始上面是沒有東西的 讓這個按下去以後 這裡就會去抓取資料回來 他就把資料抓回來 塞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view 這個東西 那我 晚點都會用這個來 來做這些的布局 晚點可能會比較知道 他的布局的方式的優缺點 那大概是這樣子